教宗方济各上任以来的第三篇劝语 你们欢喜踊跃 今年4月9号在圣母领报节出版了 出版当天是用八种语言同时发行 中文版在香港台翻编译者的合作下 在7月底正式出版 是较有诚慎重要的信仰生活指南 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秘书长陈科神父 为我们做了惊讶的导读 上次当我们翻完爱的喜乐之后 我心想下一个教宗的重要的文献应该是今年10月份的 世界主教团有关新年的主教会议出来的文献 没有想到今年的4月慈悲主日后面的礼拜一 它颁布了一个新的劝语 你们要欢欣踊跃 这个劝语它的阅读心很高 内容很简单 没有什么深色的神学词汇 或者是内容的 主要它有五章 第一章是先讲成圣的召教 全体子民 天主子民都要成为圣 都要成圣的 然后第二章 它把成圣 第二章是白拉奇论 白拉奇论就是说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获救 不是要靠救恩 两个极端结果都是一样 都不需要天主的救恩可以成圣的 第三章是成圣按照耶稣的教导 以征服八端做内容 一端一端的教宗讲出来怎么去落实 然后他在讲 在第四章开始讲 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色 首先会喜乐 有幽默感 除了感性的以外 还有祈祷生活 最重要的团体的生活 团体的祈祷 最后教宗还呼吁大家 我们要辨明 因为有些朋友们信仰生活就有十年二十年的经验 以为觉得差不多已经到了圆满的地步了 所以教宗再次呼吁他说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使命 而不是有一个使命已经达成了 就可以休息了 所以要辨明 不辨明 不去找自己应该改善进一步的地方 他的信仰生活就很容易就退步了 不禁则退 所以这五点 简单地说 这是这个 你们要欢心踊跃劝欲的内容 所以光是在阅读上 我觉得是跟前面的那几本 勸也好 通也好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们先了解一下 教宗颁布这个劝阅他背后的用意何在 就像他第一句话 他是从马度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 摘出来的 耶稣说 如果别人因为我的名字而迫害你们 你们要欢心踊跃 教宗他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需要天主 可是如果人要找天主就不太容易 所以他呼吁在世界各地所有的信徒 都要做出生活的见证 其实这个劝欲简单地说 是一个提醒我们很基本的真理 我印象最深的教宗 因为他背后的用意还是回应 因为现代的社会的很不安 很残酷很冷漠的这种文化 或者在别的圈域他有说 用完机器 什么东西 什么人 没有利用价值 马上都抛弃 是这种的态度 所以他提醒我们 可是很简单地鼓励我们 提醒我们一个真理 什么真理呢 原来人生是一个自然律 什么自然律呢 人是被天主创造的 所以人存在是为了敬天堂 与天主相遇的 这是自然律 这是天主创造人的目的 自然的目的 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常常以现实某一个个人的目的 来取代的人存在的目的 所以在圈域里面 教宗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要成圣 如果我们要跟天主相遇结合 我们非得要跟他一样 实全实美 完整性的 充满美德 所以圈域当中 特别是外文 当我在教队的时候 我发现到 教宗用很多的动词 他说成圣是要行动的 不同的例子 很多的动词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 不能够局限于弥撒 在教堂里的祈祷 或者弥撒之后的那些共用团契 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上 要结出信仰的果实 而且这种的果实是 无分年龄性别的 教宗讲的句 也是很幽默的 他说不要以为 成圣是那些主教啦 斯多啦 修道者的他们的专利 成圣是大众的 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用爱去做 我们就已经成圣了 他意味着说不要等到所有环境都存在了 就是说我已经道理听很多了 我的弥撒已经忘到七七八八了 我的生活已经稳定了 再开始有信仰的行动 这种环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到的 成圣是每天的工作 教宗还呼吁我们 他知道在现在的世俗化 这么强烈的社会里面 谁愿意跟随主基督 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困扰 甚至有压力的 所以他鼓励我们反其道而行 常常赞养耶稣 耶稣在前面等待我们 常常记得 我们被天主创造 是为上天堂跟天主相遇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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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